那我看一下这题 他说这个P点在小系打中边上 而且H系打是四分之三 求AK怎么算 问题来了 我一再强调像这种题目一定要画图 他就说P点在中边上 问题来了 老师问你 你借为这个P点A轴坐标和Y轴坐标 你可以判断出P点在哪个向线吗 没办法 所以说我没办法透过P点A轴和Y轴 去判断出P点在哪个向线 好那题目说这句话了 他说TENG系打自己四分之三 Size12 可在于是TENG13 告诉我TENG什么号 正号 所以说从这句话当中 老师可以知道 这个角度不是1就是3 重点在这边 1还是3你确定吗 不确定 对吧 可能都是对吧 所以说透过这个条件 我无法去确确的马上知道到底1还是3 那是怎么办 其实没关系 这题 如果说你不放心好了 1和3都算一次 怎么说 你看一下 如果说P点在第一向线 那行不行 你去想象一下 去对A轴坐垂直下 你观察一下 你观察一下这A轴坐标是起A-1 Y轴坐标是起A-1 对吧 所以说这也是一样 如果说P点在第三向线也是一样 在第三向线时把它连起来 去对A轴坐垂直 做下去使老师可以知道 这A轴坐标是起A-1 Y轴坐标是起A-2s加1 不管用哪一个 不管是用第一 不管是在第一向线 还是第三向线 我都可以知道 我TENG是打贵是起 SY-cosTENG是起A-1分之2s加1 看行不行 所以不管是1还是3 SY-cosTENG 有没有一样 有吧 都是A-1分之2s加1 有没有差 没差嘛 所以等于起4分之3 对吧 所以说不管你画在1 还是画在3 我TENG写出来都是A-1分之2s加1 所以我把它交叉相乘 等到8S加4 等于3S-3 以下5S等于起-7 I-C就是负到7分之5 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 可以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OK